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台北FM98.1news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了单元电影老街 来陪伴我们的还是资深的电影人 主名人 今天的主题跟今天的日子很有关系 8月29号 8月29号星期一 在1915年的8月29号 诞生了一个闪亮的明星 Angry Bergman 这个英格利胞曼 在1982年8月29号 同一天67岁的英格利胞曼 因为癌症而过世 今天就是要来谈谈他 以他为核心 对 除了有今天有这么好的多的巧合 他的出生 然后他的这个走日趋势的日子 包括我们今天在里播出 那其实他他的生平 英格利胞曼也跟台湾 还有中国还有很多的连结 甚至这个连结连结到他这个 Legacy也到他的女儿 伊沙贝拉 罗赛里尼 也连结到了 这样 然后我得先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英格利胞曼 他在1970年的1月13号 到19号曾经短正的来台湾的访问过 那为什么他来台湾访问呢 他也不是因为他有什么骗子要上 这些 这些甚至就是说商业的一些 因为那时候你看1970年 台湾还是就是说 还没有经济状况 还不是像 像还没起飞的时候 所以在他来主要原因是因为 在1958年的时候 他主演了一部电影 叫做六福客栈 是 这部电影是从改编至真人真事 那这个真人真事是一个 英国出生英国的基督教的宣教士 艾伟德女士 Gladys Albert 对 他的故事改编成电影 那要演出他的事迹 必须得跟当事人 因为那时候艾伟德女士还在 他演出他这个角色 他必须跟艾伟德 有很多互动 才能够揣摩 这个人的伟大的个性 艾伟德他伟大在哪里 其实他是一个 很年轻 他就决心想要来中国传教 他当时在上一世纪初的时候 他看到中国的落后 这些残酌 然后经济的落后 甚至就是说内战 这些问题 他决定 自愿来中国大陆宣教 所以他在应该是在19300的时候 他自己就花他的积蓄 从英国出发 经过苏联 甚至到经过日本 透过日本 最后在山西 扬城这个地方落脚 再找到一个教会 开始救济这些 为这些孤儿 中国的战争的 这些孤儿服务 那乃至到这个全面 就是中日战争 我们叫做抗战 这个全面爆发的时候 他也带着这些孤儿 从这个战争的前线 逃到后方 而且他好像还是入了中国籍 是不是 在战前就入了中国籍 对 入了中国籍 这样 那他千里迢迢带了数十名 这个孤儿逃过战火 逃到逃到后方 这样 这个世纪就被英国的VBC 来做这个电视台 把他做个报道 甚至把他称 称他是一个small woman 就是小妇人 说很伟大 就像一个小巨人这样 来报道 所以后来在战后 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 就把他拍成电影 所以原来是从 这个small woman 小妇人 这个非常知名的书 以及故事 就是艾伟德的传记 一样的 对 一样一句故事 那拍成就六幅客战 The Inn of the Sex Happiness 就是这部片子这样 然后由英格里宝曼来演 然后当时票榜也在美国 全世界非常大的回响 可是呢 这部片子在台湾 当时这个国民政府时代 是把他敬演的 因为里面 你知道我们当时 是这部片子 他里面 他拍摄了1958年 他没办法到中国拍 所以都是在英国拍 甚至到利物浦的唐人街 找一些这些 当时的一些华人演员 来演出这样 所以在我们认知里面 就有一些出路 他的服装造型 甚至他们里面提到一些 残角 那些中国农村的落后 这些画面呢 被当时就是说 新闻局就把他禁演了 说觉得有录华 这部片子是哪一年的 1958年 1958年 艾伟德正好 也重新要回到中国大陆 但是被拒绝入境 对 所以他就逃到台湾来了 所以艾伟德是在 人在台湾的 对 1958年 58年他就来台湾 然后他就创立 艾伟德儿童之家 那就是现在的 这个伯大尼 儿童 儿少家园 那他在 就是一直在台湾 也一直自律 对这个孤儿院 这些孤儿的救助 寄出 然后甚至他也领养了一些 就台湾的这些孤儿 当他的遗旨 他可是很不幸 他在1970年 1月3号 因为流感病发肺炎 就病逝在台湾 甚至他最后还站在 站在台湾 淡水基督医院 基督书院 这样那这个就是很多 我们种种 你们看到到现在 还是很多这种宣教师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靠 我们才看到 当年你说 早期的台湾 基督教 这个北马街 南南 这个台南有这个马亚各 这个神父 他们在这边行医 然后甚至近年 我们看到基督教 这个门洛医院 在花莲 这个这个 这个柏柔染 这个这个这个医师 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这样 那这些精神 我觉得是特别 我们必须要去表彰的 在 然后 你刚刚提到1970年 艾伟德就在台湾 因为流感病发肺炎过世 可是1971年 英格利鲍曼就到台湾来了 不是 在过世10天后 因为他其实那时候 英格利鲍曼 他是住在这个法国 他有跟艾伟德通信 是 那他那时候就想要来看他 因为这么久的一个朋友 知道他在台湾 想来看他 可是在他一直是 因为拍戏很忙 这样子 没有抽出时间 当他知道艾伟德要生病的时候 他是真的是 要赶这个飞机 要改时 schedule已经来不及了 最后是在他去世后10天 才赶过来 对 那来见他的 平调他的故人 他的旧友的最后一面 这样子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 我去找当时的新闻报道 当时他也是在台北 应该是中华路这边 最最好的这个什么 金日百货公司 他把这个艾伟德之家的这孤儿 他们带去金日百货公司 去去采购啊 就这些 给他买玩具 买玩具这些 然后后来也包括 政府单位也是有接待他嘛 就是住原山饭店 然后参观故宫 然后他一下飞机 就是真真去献花 这些这样 然后当然他最重要行程 还是要来看他 就是追掉他的故人 所以有几个很感人的场面 在当时他短短的在台湾的 大概从13号到19号 这个1月13到19号 这短短的一个礼拜的行程里面 因为见不到故人 那可是他听得到 还是就是在美军顾问团的安排下 美军顾问团有一个 录音带的盘带 然后稍微的生前步道 生前他步道的这些 他就去就有安排这个场面这样 那那个场面 我看那个当时的照片 真的他听他这个固有的声音 他真的是心情是很激动的 甚至在来台湾的大概第三天 他们也安排到艾伟德的故居 就是他要走之之前 他住的房子 这样到他家 在现在的这个龙江街这里 是 那当时艾伟德的 有一个就是他的义子 就是也是孤儿 叫王守林的 在照顾这个房子 这样子 然后再来看 这样子 据说他俯床大哭 对对对 这些这样 看到故人的这些 这是英格利鲍曼的和艾伟德的交易的 这个环节 好像他的女儿 刚才你提到的 伊莎贝拉罗塞尼尼 也在20年后来到台湾 对21年后 那这个故事 我们就后面再讲 等于说这个 我们是不是先听一下 这些英格利鲍曼 他的电影的音乐 这样子 他是Malcolm Arnold所做的 也就是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The Inn of Six Happiness 六幅客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听这个气场 对 看其实是音场了 感觉上好像又是一部 史诗级的片 当时他们已经拍 1958年的时候 整个大陆 应该就是那时候 就整个他也没办法 电影公司没办法过去拍了 过去中国拍了 所以他很多地方 他都是在英国拍摄 那里面的那些孤儿 中国的孤儿那些儿童 绝大多数都是从利物浦 这个地方找来的 因为他们在利物浦的唐人街 是等于说最 在欧洲来讲 最古老的唐人街之一 所以他们选角 就是在那边找 那当时这个 英格里包曼拍这部片子的时候 他我刚刚讲到他跟艾维德 就很多为了要揣摩当时 这个他的形象 就来看这样子 就两个就有很多的机会 让他们碰面 导演安排制片 安排他们碰面 那因为这样也结尾好不友 那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 就是艾维德那么多年后也老了 这样子 老了 然后我刚刚讲到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英格里包曼有去艾维德的故居 看他的那张小小的床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忽然就崩溃了 他看到他 然后上面床上也有一个 也一套艾维德的衣服 这样子 他的意志 就是王守霖先生家讲说 是他妈妈要录练的时候 准备好要穿的 所以英格里包曼 就把那件衣服拿起来 就抱着亲吻那个衣服 最后也把王守霖 也把他拥抱起来 跟他讲说 我在电影里面演的 就是你妈妈这个角色 然后你今天就把我当你妈妈 然后我把你当儿子 他们就一起来在这样子 做这样的慰藉 这样子 那其实这一段姻缘 就是艾维德女士跟中国 乃至最后到台湾这段姻缘 她是很年轻的时候 她就决定要来中国 甚至在当时她要来这边传教 也要得到中国 这个叫内地会一个批准 她得不到这个批准 所以她自己用她的盘缠 用这个整个旅费 都是她自己出的钱 我们可以来听一下 就是在电影里面 有一段也是她的配乐里面 前面有英格里宝曼 她本人的声音 就是当时她讲说 她的决心 她要来中国 这个中国不是说 因为她要服侍上帝 或是怎么样 是她自己愿意 这些 所以这条路 她自己愿意 她的决心 她要走的 所谓的 Journey to China 对 It doesn't matter why I feel that God wants me to go to China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feel it and because I do I'll go LL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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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英格力包曼的女儿 大明星大美女 1991年4月13号到4月17号 这五天的时间 她也悄悄来台湾做访问 而且跟你的采访经验有关 其实她是有一个商业的任务 对 这是我们来讲很巧合 就是在相隔21年 这母女都有一段 Journey to Taiwan 就1970年1月13日是妈妈先来 然后她跟艾伟德 那当时就是艾伟德去世了 可是接替艾伟德儿童之家的是另外一个 叫做石可梅女士 也是英国人来帮她做 继续来维持孤儿院她的一些事业 那在当时她也跟这个石可梅女士 也是一直有联系 我相信是一直有联系 才会有后面 21年后 我们讲 刚刚讲到 就是在1991年4月13号到17号 这短短的这四天 英格力包曼的女儿 就是伊萨贝拉罗塞尼尼 她当时是兰蔻这个化妆品 她要出一个香水 因为她是代言人嘛 所以来台湾 就是有这个机会来台湾 等于说亚洲的巡回代言这样 那台湾站的时候呢 她这短短的四天 她最后一天要走之前呢 那时候我是当民生报采访记者 这四天也是一直跟着她去采访 那最后呢 她要走之前 那天早上的复发现 就是说 然后这边的公安经理跟我讲说 她说楚明人很奇怪 她说今天这个我们的大明星 要下午要飞机 可是她一早 她就跟我们讲说 她有个私人的行程 她妈妈生前的一个朋友 她要去拜访 然后也不要人跟着她 那些安全人员 她自己就上了车 就是说他们这个公安公司 有安排车 载她去 这个时候她的母亲 已经在八年前过世了 已经过世了这样子 那公安公司也不晓得她去哪里 这样子 那后来是等她上飞机的时候 我们再来 我来研究这个事情 发现说 哎呀 她当时她母亲 有跟这个艾伟德之家 来来做联系 然后当时的这个柏大尼 耳少家园 我就打电话去问他们这样子 一查原来是 伊沙贝罗赛尼尼 她就是驱车去拜访 这个当时在台湾 继承这个艾伟德女士 她置业的斯可梅女士 是英国人 她去访问 她去访问她 这样子 然后在里面人都跟我讲 对今天是有个外国的女生 漂亮外国女生 来看我们的院长 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都不多说 不打扰 然后 柏大尼那边的人 也不见得认识罗赛尼 对对对 他们知道这个事 我想就是这个事情 21年后 势必就是她妈妈生前有交代 是不是 就跟她讲过 她掩目六福克 客栈这件事情 然后甚至她后来来台湾 要来见这个 这个艾伟德女士的 最后一面没见到 然后她也知道 就是说 这个很辛苦的 这个 所以让罗赛尼尼来 来见斯可梅 这件事情 对 不见得是妈妈交代的 因为妈妈不可能知道 后来的事情 但是至少把这个姻缘 说明之后 罗赛尼尼 出于她的自己的 这个对母亲遗愿的 这个体会 这种一来 是 所以说觉得 这是一个 相当感人的一个 你跑到独家了 对 电影老街 访问的是楚明人 谈的是 英格丽鲍曼 和他的女儿 罗赛尼尼 你现在听到 是Bobby Winton 唱的 Blue Velvet 蓝丽鲍 这正是 伊萨贝拉 罗赛尼 他1997年的时候的片子 就是David Lynch 他第一次跟他合作的 这个导演 一直合作的电影 那两个人合作之后 就在一起了 这样 这是87年的事情 那时候 一样我还在当兵 这部片子也很变态 所以看了也 起码也看了十几遍 这样 当时 变态电影都看了比较多 对 因为 当时最流行的MTV 有没有 你就看那录影带 那种盗版的 有没有 去看 我没有看 OK 好 好 我们回来讲 这是 伊萨贝拉 罗赛尼 那后来 到了1990年 他跟David Lynch 就是 那时候David Lynch 他没有演 David Lynch拍了一部电影 叫 我心狂言 就是这个谁 烂片之王 尼可拉斯凯奇 演的 这部片子 有去参加 砍城影展 也得了 这个最佳导演奖 是 那我记得那一年 也是我大概 去砍城第一年 然后在 回来的 尼斯机场 要飞巴黎的时候 就巧遇他们夫妻 然后甚至 David Lynch David Lynch跟Isabella 我就 帮他们 拍一张照片 那时候还是用底片 要洗出来 然后我还记得 David Lynch 还很开心 把那个金钟旅奖 那个盒子 那个打开 让你看看 他得的 对 一起这样拍 然后后来 想不到就是 不到一年 就是隔年 伊萨贝拉 罗塞里 就来台湾 因为这个南蔻 这个化妆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音乐 然后我也在把那张照片 把它放大 洗出来 给他一个签名 他很开心 这样子 你给他一个签名 给他签 帮我签名 帮你签名 对对对 那照片 有没有给人家一份 照片 你没有给人家 没有 我是 对对 那是人家夫妻的合照 你没有给人家一张 那你知道吗 这种也是 这种营益圈 不要解释了 对对 好 原来是你 你回来 自己收藏 自己收藏 来我们再听听Blue Velvet Bobby Vinton的声音 恰切地诠释了 出名人看着David Lynch 跟Isabella Rossellini的背影 离去的时候 那样的心情 我们仔细体会一下 And I still can see Blue Velvet through my tears She wore blue velvet But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Precious and warm 除名人 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或者说你的八卦很多 即使我们刚刚听到 这个Bobby Vinton 你也有故事 对 不是我 是我的好朋友 以前谈话头 现在的这个 必比人餐厅 向子龙的老板 向子龙 向子龙 他当年 他在美国的时候 是当Bobby Vinton的管家 当他的厨师吗 管家 那时候他们 住在Bevillain Hill 那个Bobby Vinton 然后有房子 所以这个大的房子 要到一个管家 兼一个厨师 然后那时候Bobby Vinton 就是主要都是在老的 在赌城 Vegas当歌手 偶尔回来 向子龙 偶尔回来 他会请朋友吃饭 今天是Chinese cuisine 中国餐 是向子龙 对他煮的 所以我们现在吃 谈话头的时候 也会要自觉 自己很像Bobby Vinton 那他说Bobby Vinton 吃完之后 还会请他出来 说这是今天我们的厨师 大家鼓掌 有这个仪式在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 Angry Burman 北非电影 大家不可能忘记 这部电影 对 我们要讲到 这位瑞典国宝级的演员 英格利宝曼 然后后来到 好莱坞发展 他得过三次奥斯卡奖 前面我们看到 他其实在1944年 煤气灯下 他就得到奥斯卡 最佳女主角 甚至到了1956年 那时候其实他就跟 伊沙贝拉罗塞里尼的爸爸 就是大导演 意大利的仙血石的大导演 不设防尘制的大导演 已经有点分居了 和那时候再回到 好莱坞去拍的真假公主 这部片子又让他得了 第二次的奥斯卡 其实后来他在1974年 我讲74年 70年来台湾 回去之后74年又拍了一部 东方快车谋杀案 他得到最佳女主角 所以他其实在 曾经美国电影学院 AFA选他百年百大明星 就好莱坞 百年百大明星的第四名 前面是谁呢 就第一名凯瑟琳赫本 很伟大 再来一个老牌的 Betty Davis 再来是我们很熟悉的澳大利赫本 第四名就是这个 Betty Bauman 甚至我记得7年前 我们去坎城影展的时候 2015年 坎城影展那年的海报 主视觉就是用他一个很清理的照片 那一年刚好是他 2015年 因为他1915年出生 百岁明淡 坎城第68届坎城影展 就以他的海报 以他的头像当主视觉 然后他 而且在坎城也会讲说 选他当主视觉的理由 说他是一个全世界摩登现代的偶像 而且是自由自主的一个女性 也是很大胆的演员 是好莱坞跟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这个要角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表彰呢 因为他其实我刚刚讲到 他跟意大利新写实主义这个导演 这个伊萨贝罗塞尼尼的爸爸 就是罗塞尼尼这位导演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不伦恋 这样子 双方都有这个家庭 那在好莱坞引起很大的争议 他们好莱坞觉得说 你这么一个清新的形象 我们看到是北非蝶影 这些电影战地终身 这么清新的形象 怎么会跟意大利一个 这样导演在一起 这些 所以就遭受到很多的舆论的指责 可是他还是勇敢做他的决定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谈一谈北非蝶影 这个最经典 历史上最经典的 好莱坞一个黑白片 Casabranca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On that you can rely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Are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needs man And man must have his maid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Are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needs man Woman needs man And man must have his maid And man must have his maid That no one can den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Of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 goes by 您听到的还是 As time goes by Dully Wilson所唱的 北非电影电影主题曲 这部片子后来也有许多向他致敬的 比如说像这个大导演Woodie Allen 他就有一个play again Sam 可是我们仔细看这部北非电影的话 我会发现从来没有一句台词叫做play again Sam 没有 没有 你我们以为说亨服来包家 他会跟这个Sam 这个夜总会里面的情诗会叫他play again Sam 没有 没有这一句 OK 我们再吵一下 谈谈这部片子 他之所以那么受欢迎 直追大国民 应该是好莱坞自觉是拍的最好的 所有经典中的经典 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个 一个不完美的一个爱情 最后两个还是没有在一起 这个最后好几段整个说在机场 在卡莎布兰卡的机场 那种雨中 飞机要起飞 两个的道别 这些都是一些经典 那主要还是 里面男主角 亨服来包家当时的影帝 跟这个年轻又这么清纯的 这个英格力包曼 他们两个的里面的这种 在里面这个chemistry 这种化学作用 让大家看到一个大时代 就是二战的时候 整个叠影重重的 北非摩洛哥的首都 卡莎布兰卡 这个地方 他们里面的一些故事 然后亨服来包家 他是夜总会的主人 那我们看到里面 这么多大时代的缩影 在这部片子里面 甚至我们也看到 后来都有 不只是伍迪艾伦 很多流行文化 还有一首80年代 幕还有一首情歌 叫卡莎布兰卡 里面就讲说 他跟他女朋友去 当年去看卡莎布兰卡的时候 的回忆这些 都是一些次文化里面 一直大家一直去不断的去主角 去欣赏这样子 卡莎布兰卡本来在拉丁文 或者西班牙文里面 应该是白色的房子 卡莎 卡莎是房子 对 布兰卡很白 那就是卡莎布兰卡 这个地方的整个建筑的特色 北非那种白色的建筑 但是我们现在讲到了 卡莎布兰卡这个字的时候 他立刻唤起我们在脑中的 各种记忆或者是次文化的形象 都变成了这部电影的衍生物 不过虽然As time goes by 那么好听 我们还得继续走向下一条歌 那是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不得了 这也是一个大名片大名著 海明威元著的占地终生 我们先听着两声 让她蹭底 等一下我们再重新听一遍 不过你要先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 这一部片子的女主角 还是英格利鲍曼 而且这是她第一次入围奥斯卡女主角 对 算是说在这部里面的表现 也让她让整个好莱坞 那整个这个全球的影迷 看到她认识着她的演技 这部是在1943年拍摄的片子 男主角是当时也是影帝 就是日生当中 如日中天的这个男主角 由他们来主演 还是海明威先生 援助者 对 她自己来清廷说 就他们两个了 就最像我笔下的 这两个主人公 他这部是在 那时候你看1940年 海明威她写的小说 就一写出来 其实就被好莱坞买去 从这个改编的版权 所以经过三年 有没有他们的筹备 就如其在1943年拍摄完成出品 他讲的是一个 美国这个 国际纵队的这个 就是一个志愿军 就是主力贾利古博演的角色 他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 去打这个对抗法西斯主义 对抗法西斯的战争 他叫做Robert Jordan 这个角色的名称 就是Michael Jordan的那个Jordan OK Robert Jordan Robert Jordan 那这个 这一位Robert Jordan 就在这个战场上呢 他本来一个任务 他去炸毁一座战略上很重要的桥梁 来保护这个共和军的军队嘛 反抗这个法西斯 结果他在里面呢 爱上一个年轻的女人 这跟炸桥没有关系 就没关系 就是里面就是就是海明威厉害 就是这样 他就是用这个故事来 好来来来来做这样 在里面这个年轻的女孩 就是英格利宝曼来来来主演的 那这部当年就是说 民主 有好来就是就是好莱坞 他们拍的有民主改编的这个这个这个电影 那再来就是还有这么大的一个卡式来讲 全世界真的是在不只是好莱坞 后来台湾我觉得 甚至我小时候都看到很多重映这样的 当时没有video 没有什么很多片子不断的重映这样的 这部片本来是我小小时候的非常深刻的记忆 而且就 但是这个记忆 后来完全被另外一个翻译名称给打败了 大陆给战地终生翻的名称 叫做终生为谁想 for whom the bell toes 还真的是每个字都对 对对对对 终生为谁想 来我们来听听终生为谁想 成人 你每一次都会有一个很棒的主题 而且你也参与其中 像今天你在街上会遇到罗赛琳 你跟David Lynch 对吧 你会碰到海明威在街上 没有过吗 没有过 海明威怎么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他演这部他的小说《战地终生》 我告诉你谁在街上碰到过海明威 猜一下 作家 我们认识的 你认识 你当然熟 Garcia Marquez 马奎兹 他们就在古巴 反正在街上 在街上 迎面走到海明威 那时候他是很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的记者 对对对 跟你一样 那个年轻的记者 重点在这里 年轻的记者 碰到心仪的大作家 就你知道多年以后 Garcia Marquez 也得了诺贝尔奖 你看你可惜 你没碰到海明威 但是我相信 你也非常有可能 如果继续努力的话 你会像David Lynch一样 拿到堪称迎战的 最佳导演奖 感恩 谢谢 我们在做梦 我看你会像 今天的主题是在街上碰到英格丽宝满 两个礼拜以后 你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 电影老街的题目 刚刚讲到贾力古博 对 嗨论 那我又哼了一段 嗨论的主题曲 你不要再横下去了 对 所以我们就直接下下礼拜就直接放他的主题曲 就是西部片的主题曲 对 有没有 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一个曲子 在结尾的地方很像意大利的西部片 刚才好像有一个曲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